吴立新等人在旗康交通标准化上发了篇论文 高速公路驾驶员夜间识别距离研究里面有个数据 夜间的交通事故率比白天高1到1.5倍 事故死亡率是白天的2.5倍 所以说晚上开高速还是比较危险 有的新手朋友白天高速开得多 但是晚上一上高速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各种情况了 今天咱们就来聊 晚上和白天的高速到底有哪些区别 这些都是不要钱的干货 你点个赞支持我一下不过分吧 那第一个区别 晚上开高速我们的视线会更差 李安琪等人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发了一篇论文的 《夜间驾驶员行车安全影响因素研究》里面他就说 在驾驶过程中绝大部分信息都是由视力获取的 在0.1至1000勒克斯的这个照度范围内 这照度与视力是呈线性关系的 在漆黑的夜晚 我们的视力只能达到白天的你才多少 3%到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正确使用灯光就显得很重要了 尤其是远光灯 可以让我们更早看清楚前面的情况 你比如说路面上有没有义务 前面有没有没开灯的车子等等等等 南京林业大学张和鹏有篇硕士论文 高速公路行车环境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分析上面 它有个数据 这夜间开车使用远光灯 可以在70.4米就认知到对比度88%的视标 那如果使用近光灯 那要在43.3米才能认知到对比度为88%的视标了 这两者相差有27米 差不多就是6台车左右的距离了 还是比较夸张的 再来一点讲 就是有点像近视的 你戴了眼镜和没戴眼镜 就是这么个看清楚不清楚的区别 所以说晚上跑高速 能用远光灯的路段 其实都是建议使用远光灯的 可以比近光灯更早发现情况 那当然了如果跟在别人车子后面比较近 那或者对面有来车 那你这个还是要骑回近光灯的 影响到别人就是影响自己安全 这千万注意 第二个区别 就是晚上开高速的炫光干扰会更多 重庆大学刘西成有篇硕士论文的 炫光对夜间驾驶视觉工作影响 研究上面有个数据的 这日落前光照强度是1000勒克斯 那么日落50分钟后 照度会下降到11勒克斯 它这个论文里面 记载的一项实验室这么说 这背景亮度越低 碰到炫光后我们的眼睛 试功能的恢复速度就越慢 说人话 黑乎乎的这个环境 你来了个远光灯 突然呱这么来一下 我们眼睛要适应很久才 适应得回来的 如果喜欢玩游戏的朋友都知道的 闪光灯这么来一下 屏幕全白了 等你看得清楚的时候 你已经差不多没了是不是 那如果是白天 本身背景亮度就很高 那炫光对我们的干扰 其实是不会有那么大的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面 被后面的远光灯影响了 那么其实是可以把车内的 后视镜的防旋幕功能打开的 那么内部后视镜下面 一般都是有一个小拨片的 你拨一下就能切换到 这个暗色玻璃或者是折射 碰到这个炫光也没那么刺眼了 你再高几点贵的车子 那这种防旋幕它还是自动的 受到强光照射 它就会自动改变玻璃颜色 不少车型 连外后视镜也有这个防旋幕功能 只要把这个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第三个区别 晚上开高速更容易疲劳 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高速路况的特殊性 东南大学汪立元有篇硕士论文的 高速催眠形成激励 及其缓解措施研究上他这么说 这高速开车的时候 由于注意力持续集中 这凝湿的状态会引发催眠诱导 而且对路上的点和线过于关注 随着过程积累 容易陷入神志恍惚的状态 这个现象叫做眼神经疲劳学术 简单讲就是开高速的时候 由于路上情况比较少 重复感又很强 驾驶员大部分精力又都用来看路 本身就很容易犯困无聊 什么实在单调 第二个原因 就是夜晚对人的生物中的影响 浙江大学郑思琪有篇硕士论文 光照对人体的警觉度 任务表现与生理节律的影响上述说 这太阳光照变化 调控着人体的生物中 其中被称作睡眠荷尔蒙的退黑素 它的浓度早晨骤降 使得人体睡意减弱 在晚上没有光照的时候 重新上升让人睡意增强 说人话 本来晚上人就是容易犯困难 这个是人身体的正常反应 刻在DNA里的东西 就和小孩子生下来 你不用教他 就是会自己去找奶喝的 所以说晚上开车跑高速的时候 建议适当增加去服务 去休息的频率 你比如说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安全管理规范上面 它是对长途客车有规定的 这夜间连续行车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每次休息不能少于20分钟 我们开普通车子的 想要更安全 也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做法的 所以总的来讲 晚上开高速和白天开高速 在视线 炫光干扰 疲劳这三个方面 区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晚上没上过高速的朋友 这些方面是可以多注意一下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